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作為三個機,我是從來不喜歡用粉餅的 最近我收到邀請問我可不可以介紹一個新出的粉餅 我跟她說,不要啦,搞不定的 我乾肌上粉餅是不漂亮的,不如你找其他人吧 她跟我說,不是啦,我們的粉餅很厲害的,你先試一下吧 之後我就試一下,然後驚為天人 我不想拿著告訴你,她多好用 直接在我素顏,不用任何Primer的情況下 這樣上粉給大家看,現在我只用了粉餅 是不是很厲害,完全沒有粉感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是可以打破乾肌三個機用粉餅的印象 大家有興趣,繼續看下去,上妝吧 好了,化妝前給大家看看今天的皮膚狀態 跟平時一樣,都是會有一點點不均勻的問題 這邊皮膚比較薄,會看到眉絲血管有一點點的泛紅 還有下巴,有兩顆的抖印 大致上都是一個比較乾的皮膚 有沒有觀眾記得夏天的時候,我介紹了Make Up For Ever 這支HD Skin,高清隱形磁妝粉底 它的妝感是屬於自然半霧面 上了臉會像第二顆皮膚的 然後超級防水防汗 潮濕的天氣用,都是很長時間 所以我在夏天是經常性,很喜歡用到它 然後今天的主角就是同系列的新產品 是它 期待了很久了 Make Up For Ever 全新的HD Skin 高清油毛粉餅 然後我用的色號就是1N10 一摸下去的粉質是超細滑的 完全沒有一種很乾、火粒的感覺 早前油毛空氣粉餅停產的時候 身邊很多朋友都很慎 啊,怎麼辦,是我最喜歡的粉餅 但是自從它推出了之後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是乾肌,這款是更加好用的 它的高清油毛粉餅專用粉撲是用了星級霜面海綿的 有logo這一邊就會是乳膠面 可以做到高度遮瑕 然後如果你想要日常比較自然的妝效 中度遮瑕的話就可以用這個絨毛面 這次還出了這個110號數 直接拿粉給大家看一下用它上的妝效 在中間這樣 只拿了一次粉已經足夠半邊面了 這邊是本身皮膚和毛孔的狀態 然後呢 這邊是用了110號數 上了一層粉餅的狀態 它的毛孔的隱形度 而且是完全沒有一些細紋看到 我會是可能要拍一些close up的相片 拍片的時候用它 絕對沒有問題 好了,現在我會去放了這半邊面的粉底 然後再示範用它的粉撲 兩邊究竟的妝效是怎樣的 平日常生活我會用泳毛面的這一邊 平日黑眼圈我會先用了遮瑕膏 但是今天想讓大家看看這個粉餅的遮瑕度 還有所有很真實的妝效 那我就直接上臉那邊 讓大家看看 這一邊呢 它的妝感是會自然一點的 你看到我一直在臉上推 是完全不會卡粉的 是很Smooth的 一直延伸過去的 我有點驚訝它遮了我一半的黑眼圈 這麼嚴重都遮到 而且是沒有卡紋的 然後這一邊的泛紅 眉絲血管的問題 都是已經遮了 毛孔也是修飾得很好 然後在我光機身上 我沒有用到任何的Primer 它都可以沒有一個乾粉的感覺 是挺驚喜的 而這一邊呢 我就會用餘膠面的 它聲稱可以一下一下 就做到高度遮瑕 是可以高清磨皮的效果 我自己也很想試 一下吧 一下 嗯 嗯 看不看得到啊 這個Primer感 哇很厲害 光粉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在光機身上 然後呢 它可以用兩下粉 再這樣滑一下 就可以有一個美麗的遮瑕度 做到中高度遮瑕 它可以根據需要 做到一個很無瑕的效果 但是不會厚粉的 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到對比了 用了絨毛面的 這邊的妝效是比較自然的 然後用了乳膠面的這邊 就會比較完整 比較無瑕的 我用紙巾示範一下 它是不會transfer的 你看到這麼大力感 都沒有的 這一邊 都一樣了 完全沒有啊 我是沒有剪接的 這裡 然後呢 最後我就噴上一個定妝噴霧 令它更加長久一點 這款是Make Up For Ever的水癢定妝噴霧 平時我都是用開的 它一噴可以即時補水 63% 全面噴一噴 它是可以令到粉底更加融入皮膚 還有持妝效果是會更加好的 真的要驚歎它這麼貼膚 這麼貼服 完全不像乾肌用了粉餅的效果 你看到它的貼服度 它的光澤 它不是亮面的 粉餅也可以做到這樣 這麼自然的光澤感 我覺得很厲害 最後包括眼底 我沒有用到任何遮瑕膏 然後底妝就是剛才看我上的粉餅 我是沒有補妝 也沒有用到highlighter 這個光澤 究竟是胭脂還是定妝噴霧呢 我都不肯定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 鋼機用乾粉的一個妝效 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都很期待待它持妝效果 究竟會不會脫落口罩 那就跟大家再更新了 我現在先出去 我們出去吃東西 今天的氣溫21度 濕度有82% 然後又下一點毛毛雨 我就放棄了頭褲 戴了帽子出來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出來的口罩 好厲害 什麼都沒有 而且唇膏都沒有 我今天很厲害 距離剛才化妝大約兩個小時左右 你看到粉底依然沒有很厲害的粉感 它不會因為被迫著口罩 防曬出來 我覺得還是很平滑 而且它的遮瑕度比我想像中好 我的黑眼圈沒有卡在裡面 都很厲害 而這邊用絨毛面的 還是保持到很自然的妝感 很想吃 吃完東西檢查一下 我發現臉部也不用怎樣補妝 但是下巴我抹了嘴 就脫了一點 我會用絨毛面這邊 去印一印它 補完嘴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補妝的這部分 以及今早化妝的臉 完全沒有色差的 它沒有氧化的 都很厲害 就算這麼近看下去 都沒有界線感 這個妝非常口罩friendly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MAKE UP FOR EVER最新出的 HD SKIN 高清油毛粉餅 這個真的很方便 我自己是很驚艷的 它在乾肌皮膚上很貼服 沒有粉感 然後同一塊粉餅 不同工具 可以做到不同的妝效 上妝快 輕身 補妝又方便 我真的很喜歡 同樣都是乾肌 不敢用粉餅的話 這個是真的可以的 我不敢亂介紹 因為一上去就知道濃乳縫了 平時用完可以很厚粉 跟著好像乾裂 然後軟體 是像一個乾了的水塘 沒有任何光澤 是真的搞不定的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用完 非常刺激 可以跟大家介紹的粉餅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所有的informations 我會放在info box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我自己是很開心的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 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 生日和星期日的 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